那我们今天是接到我国驻沙乌地阿拉伯王国代表处的高层的检举信 那发生了几件事情 他被指控当众羞辱员工制造内部恐惧 资深的员工如果对他来讲不听话 他会直接将他们解雇 第二个部分呢 多次跟同仁爆发激烈的冲突 在公开场合辱骂员工 第三点更重要 强迫赞助逼迫同仁为其买单 为了补足代表处的短缺经费 强迫同仁垫款并且使用经费来补助 破坏我们机构的纪律 也伤害了同仁的权益 最惊讶的是 这个重要的高层张姓的高层 解雇了两名资深的员工 而且呢 对于菲律宾籍的外籍员工 进行了非法的遣返 在没有经过合法程序之下 扣押菲律宾籍的员工的护照 这样子的举动不仅是违反了国际劳工的法规 还对我们在国际间的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今天要问的是 次长能不能够去调查并且在两周内提供报告 那个主席我就把这个检举信交给我们的次长 好不好 因为只有里面我才有写出当事人的名字 报委员 我们是绝对公正的去调查 而且绝对不会互短 他如果做错了 一定要接受相当的惩罚 两周内我们可以把一些市政先找到 那么调查的结果可能 我讲 好 一个月好不好 没问题